比赛马上开始 好 闸门打开 6号闸慢闸了 10号码天赐青楼慢闸了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赶上来的机会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是3号码 玉龙神江 排在比赛第二位的是 现在玉龙神江掉到了比赛的第二位 第一位的是4号码太阳神 但是我们说马上就是一个弯道 排在比赛第三位的是8号码 富安宝贝 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弯道 排在比赛最前面的还是3号码玉龙神江 紧紧的守住能栏 第二位是2号码大亮 大亮现在掉到了第二位 第三位 现在第二位是4号码太阳神 我们绕过这个障碍物 现在进入我们后半圈的直到 3号码玉龙神江 还是牢牢的守住了第一位 但是两个码位之隔的 就是4号码太阳神 排在比赛第三位的是10号码天赐青龙 第四位是8号码富安宝贝 第五位是 应该是5号码蒙古王1号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 依然是3号码玉龙神江 领先优势 大概在1.5个码位到2个码位之间 第二位是4号码太阳神 第三位 现在是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其实是差距不一定不是特别明显 现在第三位突出来的是1号码玉龙神海 现在我们要过第二个特别大的弯了 排在比赛前面 最前面依然是2个码位之隔的玉龙神江 第二位就是我们的4号码太阳神 两匹码是先后过了这个弯 但是现在太阳神是从外篮要超 超了过来领先了一个码位 但是我们说是 太阳神是在外篮现在面临的另外的一个弯道 不知道这个时候3号码玉龙神江 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 但是我们说是率先入弯的 居然还是4号码太阳神 最后这400米直线冲刺 其他码有没有机会呢 但是我们看到玉龙神江 还是有机会往前冲了 但是排在比赛最前面的 还是4号码太阳神 太阳神领先优势大概是2个码位 3个码位 3号码玉龙神江在苦苦的追 其他码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机会了 4号码太阳神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4个码位 5个码位 太阳神率先冲过比赛中点 排在比赛第三 第二位是3号码玉龙神江 第三个冲过比赛中点 那是7号码捷豹 捷豹我们可以看到 冲过比赛中点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的力气可以冲 如果之前没有浪费体力的话 或者说闹这么多小便宁的话 每准1800米的路程 它就先过线了